槟城隆尾替代道路工程工地土崩 今天搜救人员再挖出了三具罹难者遗体 让罹难者人数上升到了7人 然而针对失踪者的确切人数 直到现在都还无法确认 东北陷警局主任则在马明向媒体强调 无论失踪人数是多少 搜救队伍现阶段都会持续搜索 另外大马土地矿物局北马区主任阿兹哈利 也向媒体指出 在当局观察和鉴定了这次的土崩事发原因之后发现 事发地点的上方有一条小河流 当雨量导致小河流无法附和时 雨水就会四处溢出 引起了土壤移动的危机 而现在土壤持续移动 恐怕也将会威胁搜救队员的安全 而前首相纳吉今天也在面子书上发文指出 阅读到槟城龙尾土崩事故令他感到伤心 因为这是关系到人命的问题 他质疑已经是中央政府的行动党 到底要闭上眼睛 让这种事情持续发生到什么时候 纳吉写道 行动党政府不理会环境问题 导致很多储水区和山坡地区已经被开发 他希望槟城的环境问题可以被关注 不要再让悲剧发生